有人问我说 师父如果我不识字 我可不可以学佛 我说可以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李基千 我当初为什么会出来拍片 除了因为自新的发愿力以外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跟我的家人说佛法的时候 他们不容易听得进去 就会觉得我讲的都是迷信 都不重听 而且赚钱最要紧 讲什么佛法 这些又不能够单放吃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在家里是有一点点被排斥了 读到这么多书的一个大学生 结果跑去信这种宗教 我当初就在想 佛说因果不坏 我相信因果 在我最沮丧最无助的时候 我依然选择相信佛所说的法 如果以因缘国报来讲 因为这个人累世的转结当中 他的佛缘非常的深厚 他已经不止一世修行 他有很多事都是由拜善之事为师 多世的累劫当中 今天里面依然是相信佛法的 所以在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当中 他依然是觉得佛法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我的家人不相信 那如果我出来拍影片 我说给别人的长辈听 你的父母亲因此而相信佛法 为他们累世的业障忏悔 决定想要改过千善 因缘果报之下 总有一天 我应该可以遇到一个善之士 为我自己的父母说法 我爸很喜欢我妹 所以每次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都是打电话给我妹 最近我父亲就打电话给我的妹妹 我要买准寨的书 我妹就发一个WhatsApp给我 就说 Danny爸爸要买你的书 他看到你的视频要买你的书 刹那之间我才知道 原来他要买的 就是我之前很多场直播 像这个 连生活活活讲授金刚 我拍影片七年 才终于等到我父亲 跟我要一个书 我爸不识子 因为他对我阿嬷的那个愿 当年为什么阿嬷 没有给他机会读书 有人问我说 师父如果我不识子 我可不可以学佛 我说可以 禅宗的六祖慧能 当初他不识子 去拜五祖红人为师的时候 五祖红人问他 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南方人 那时五祖红人就讲说 南方人是野蛮人 怎么能够学上乘的佛法 六祖慧能他是有根气的 就讲说 人有分南北 佛性没有分南北 你读书少不用紧 可能你打开师尊的书 你不是全部都能够读得懂 没关系 只要你肯就一定可以 我用了七年的时间 才换来我爸 打给我妹 来要一套这个金刚精 我相信他应该是要拿来供奉 因为我遗传到我父亲的性格 我们的宗教心比较浓郁 但是他是道教 而且以前他在音庙那个窦桃 帮鸡同翻译鸡同的语言 给来问世的人听 他说他不要皈依 他不要去佛国 将来过世之后 他要去阴间当鬼才 我们的理念不一样 但是我没有放弃 如果大家想要为父母求东西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放弃 因为走得云开 见愿命 无论是你的命运也好 要克服的那个困难也好 推动自己的动力 是我要努力到 连生命都忍不住 为保佑我 我相信佛法 我相信有因就会有果 有的人会觉得 我说话不慈悲 有的人会说我眼神不慈悲 也有人去跟师父讲说 他不找我的理由 因为我的眼睛很大 看起来很凶 慈悲不只是语调 我相信我的恒心 也是我最大的慈悲 不失给众生 我是李季千 祝愿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日六时很吉祥 再次带你 好